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Z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从这节课开始 咱们讲ZBPM高级开发里的第二部分内容 回退、自由流、汇迁等 咱们在实际项目中肯定会用到一些 就是回退和月季提交的一些技术 这个在咱们ZBPM里面是用什么技术实现的呢 咱们这个用的就是一个自由流的一个技术 咱们首先看一下自由流的技术 和以前的技术有什么不同 这块我给大家去新建了个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去新建好了 我把这个项目启动起来 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以前是怎么样的 然后将来咱们要做成什么样的 咱们上一课讲的一个就是 提交流程或者审批流程 去指定一个生品审批人 咱们看一下这个项目 咱们上一课讲的是这样的 我员工去发起一个流程 可以选择经理、总监 或者是任何一个个人、个体 咱们看一下 重新做一个实例 叫做 请假人叫李四 一二三 请假天出一天 他直接给请假提交到总监 咱们看一下 这应该是成功了 咱们可提示先不管他 看一下李四一二三 一天 就这个 他过来以后 咱们看一下 他是有什么特点啊 他虽然咱们看一下 就刚才咱们就看了 就这条记录李四一二三 他虽然是 现在是总监 我在总监能拿到这条任务 但是他的任务节点名称 大家看一下 依然是组长审批 也就是说 这个是有什么特点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 JPPM这个流程图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 我们怎么做到了去让总监去能看到组长审批 就是因为这个 这块用到了一个变量 让这块 然后给了总监 是这么一个做的过程 但是他还正如节点 还是处在于这个组长审批这个节点 也就是说你发起流程以后 还在组长审批这个节点 必须 如果你想往下走这个流程的话 必须到经理 然后到总监 然后往下走 是这么个过程中 但是项目中 还有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 越级的 包括我去提交个流程 或者是我去审批过程组长 我不想到经理了 直接我到总监 就是我直接提交到总监 这种越级的提交 就是需要咱们自由流了 包括咱们这个 这是越级提交 还有一些回退 回退怎么回退呢 我总监看了这个 也就是说驳回 总监看这个流程 看了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不符合他的要求 我直接给回退回来 就我到我这了 我还要给你打回到 经理审批这个环节 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个 自由流的技术 咱们看一下 这个自由流到底怎么实现呢 这个自由流的代码 由于这个代码 比较复杂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在hand controller里边 写的这两个方法 核心是一个 按的autotation 一个remoteautotation 这两个方法 它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的 就是先按的 后remote 咱们看自由流的思想是什么 我给大家先讲一下自由流 为什么会有自由流 它基于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 大家看一个流程 流转到下一个流程 组长到经理 它为什么能组长到经理 trustation标示了它的from to from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to就是到这个目标节点 这么个 这么个有这么一条线 才能去往下走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了 这条线是咱们就是 提前GPPM部署的时候 已经画好了的 是这种的 这种情况的 同理 GPPM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借口 就是我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可以动态的生成这么一条线 就是我去用代码去 去加一条线 比如组长到总监 我这用部署过了以后 我在代码里边 动态的加这么一条线 给咱们一个方法 然后再去做 完成一个任务 然后组长直接到总监 这就是咱们自由流的一个思想 就是在代码中 动态的加了一条这么一个线 加完以后怎么办呢 加完以后 你这条加了以后 其实代码怎么办 就是把咱们最后 我把这个走过来 相当于搭了个临时的桥梁 他和他之间搭了个桥 我走过去以后 我就把个桥拆掉 就是咱们的过河拆桥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 整个是怎么搭桥的过程 首先它这个方法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TaskID 就是当前任务的一个ID 一个是目标节点的名称 咱们看一下 他GPPM就有这么一个第一步 咱们先顺序的往下说一下 第一步就是根据TaskID 我要获取到Task 第二步的怎么办 就是根据Task 能获取到 我的原节点的 就是我这个当前任务所在的节点的名称 第三步 就是获取到流程实例 第四步就获取到流程定义 但是流程定义很重要 咱们部署的一个流程 部署进去了 那个XML 部署进去了 最后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流程定义 我的流程第一对象 就里边 其实就是对应那个XML 这个它俩是一对应的 XML有什么 它这里边有什么 拿到最终这么多操作 其实就是为了拿到这个流程定义 拿到流程定义以后 我这块就开始了 就首先再拿到那个目标节点 这块不是传奇目标节点吗 我把目标节点 这个活动节点拿到 这个圆节点拿到 就是我这个两个桥梁 就是中间我要搭桥嘛 桥的出发点和这个目标节点 都拿到了以后 然后就是后边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步骤 就直接create out 供应trust 就意思吗 直接就建了一条这个桥 建好桥了 这个桥的名称叫什么呀 桥的目标叫什么呀 这是块定义的 然后卡一下 把桥连接起来了 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核心的步骤 就是要建桥的步骤 把这个桥梁 把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 这边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方法 你只要知道这个 出发节点和目标节点 其实这两个节点就可以去做一条 tation 就可以做个tation 这个tation的内容就随便请 叫个什么都行 这个无所谓 只要不跟别的重复就行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建立这个tation 动态tation的过程 建立完以后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complete task 我就是说建立完以后 建完桥建完以后怎么办 就是从这个桥上走 把这个任务从桥用过去 是这个大家可以这么想 然后就是complete的方法 complete方法第一步 咱们原来就complete的一个task 就是直接传taskid 这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后边还要传一个tation的name 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 task task server complete 这个方式任务以后的时候 需要如果一个节点 只有一个tation的时候 你complete肯定是到这的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 现在咱们动态加了一个 你complete的时候 这个gpm就不知道 你到底要是到这个呀 还是到这个节点 就是他不知道了 所以说你需要动态 指定一个目标节点 taskid 然后他就知道到哪个 这个taskid 就是咱们刚才建立这个taskid 也就是说你complete 然后这样的话 就送离了达完桥了以后 送离了过来了 这个步骤相当于达完桥过来的步骤 然后过完了以后 最后怎么办呢 就是拆桥 为什么要拆桥了 这个毕竟是咱们临时搭建的一个taskid 如果你让它一直在这的话 以后所有来的流程都不知道怎么走了 就可能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块把个桥拆掉 拆掉是用咱们下边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发就是最核心节点就是remove 这个taskid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咱们拆桥的动作 核心方法就这两个方法 然后这两个方法 核心方法有了以后 咱们首先咱们才开始去 做这么一个controller 然后让它去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让它真正实现这么一个自由流 咱们现在要实现一个什么自由流了 就是说我组长 组长这块 咱们现在已经关了 就组长 我审批的时候 我直接让它到总监 但是这个节点 原来直接到总监 总监确实能拿到任务了 但是它这个节点 还是在建立审批这个节点 咱们现在就是直接让它 到总监这个节点 总监审批这个节点 它做到这么个效果 咱们看一下 咱们叫自由流 这块叫free fra1自由 它有两个参数 咱们就让它传这两个参数 然后 传这两个参数 咱们让它去 记得 咱们让它去定一个返回值 记得把这个response包顶加上 这样的话才会 返回值才会正确 咱们直接调用this 点and OK 这就是咱们要达到的目标 就直接就 我直接告诉我这个节点 要到达 其实说白了 就是其实这个方法是非常高级的方法 就是在JBPM里边 就是用一句通俗的话叫做 通俗的话叫做什么指哪打哪 我只要告诉你任务节点 OK 你就可以过去 就这么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任意打桥 这个 起好了以后 咱们去看一下页面 页面这块 咱们去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咱们直接就叫做提交到总监 提交到总监 咱们看这个方法 咱们这个方法叫Fray 直接就提交到总监了 咱们看这个Fray的方法 这里边 然后咱们 写一个阿亚克斯的调用 阿亚克斯调用 大家一定要熟悉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种调用方式 的URL肯定是 第二步是Date 咱们一个一个写URL咱们把它写 复制一下 咱们后面它叫Fray方法 调动咱们这个Date Date里边咱们需要 后台需要传入两个方法 一个是TaskID 一个是DistanceName 这两个怎么去了 第一个TaskID 咱们就是让它去获取去 咱们用那个阿亚克斯的方法 TaskID 还有一个就是DistanceName 咱们看一下这个DistanceName 目标节点的名称 咱们目标节点的名称 咱们就让它传过来 让它作为一个参数传过来 这叫总监审批 这叫总监审批 这个目标节点就叫做总监审批 好嘞 这块咱们是个Json结构的 叫做TaskID TaskID 然后 DistanceName DistanceName Fox Fox 咱们就返回值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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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有Fox 返回值 咱们先让它 把返回值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咱们看一下 这两个参数拿到了以后 直接提交到总监 然后咱们开始调用 然后就可以返回了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实现这个效果 咱们重启一下 可不可以提交到总监 咱们这块去 我就不打断点了 因为打断点老影响这个 老影响这个 阿甲克斯调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先不纠结这些细节 然后咱们就让它去输出一下 是吧 同样达到一个效果就行 纠结这些细节 反而 这个 怎么主干 就没有学好 咱们看 现在员工去发起一条任务 咱们这次就发起叫free 自由流 一 一 一啊 记得 咱们这一天 然后提交到组长 每次都是操作失败 我这很奇怪啊 这应该是操作成功了 先不管它 看一下 自由流 一 这就刚才咱们拿到了 现在咱们就要做一个提交到总监这么个操作 就是我直接提交到总监 咱们先看一下总监肯定是有没有这个任务 总监是肯定是没有这个任务的 没有 对吧 现在咱们看一下 咱们提交到总监看管用不管用 咱们先把这个里边的 去掉 日子清除掉 看 报一个错 控制针 你们看一下 哦 我这个 看见了吗 就是咱们这个中文有点问题 咱们看一下 咱们解决一下这个中文的问题 咱们看一下 中文有问题 看咱们这个默认的方法是用 Post 默认是用get的方式提交 咱们看是Post的方式 这样会不会把专门问题解决了 因为Post方法咱们有一个 总体的一个filter过滤 就把那个Post的方法 整个去让他去 编码的 就是采用Utf8了 这块怎么还要断点 看一下 还会爆错 这两个中文首先解决了 咱们看这个 那Post是什么意思 控制针 我知道他这个是因为咱们这个流程这块 提交的时候 这些Node节点导致的 咱们现在这样吧 把这个节点 都重新部署一下 不用这个节点了 不用动态节点了 重新部署一下这个流程 重新部署很方便 咱们 页面上有一个方法 直接能重新部署 服务器重启一下给他 这样的话 组长进行总监 就是一个原来咱们按照定义写的一种东西 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 不是使用那个动态指定以上 批准那种方式 咱们先部署一下流程 没问题 多了个5 好 咱们再重新发起一下 咱们叫自由2吧 刚才叫自由流1 咱们叫自由 自由流2 请假就两天 咱们提交到总监 做了成功 哎呀 这个可能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错误了 就是 就是他这个节点没有传递参数的问题 咱们看一下 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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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咱们现在就要提交到总监 OK 打出来是OK 后台没有报错 咱们看总监这块有没有这个 自由6 没有错 中间拿到这个任务 咱们看组长刚才提交的精灵肯是没有这个任务的 尽力上下都没有 可以说这个任务直接到总监了 还有还有个特点 就是咱们这个任务到总监的时候 咱们看这个叫自由流2 最后一个任务 它的节点名称 它就叫总监审P 也就是说我这个节点就处在 这个总监审P上 这个就是咱们最大的特点 就是咱们刚才开始说的时候说的一样 我这个自由流就是组长直接就提交到总监了 而不是总监审P了组长任务 这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自由流其实在节点上就是 更原来的那个自由提交 提交给任何一个人是有区别的 自由流就是节点变了 其实节点是以节点为中心的 自由提交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也就是说我能看到别人的任务 就是我组长 我总监就代理了组长 但是自由流不一样 自由流就是我其实就越过去 这个经理这个节点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咱们看一下 其实咱们这节课就把这个自由流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一下 查看的时候 这个总监这块也有提交到总监这个按钮 看得非常非常别扭 咱们下来课想办法把这个解决掉 咱们这节课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自由流的一个概念 然后做了一个demo 然后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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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